6月18号 王先生通过杭州林平的德佑中介看房 向重了一套位于秋山小区的房子 当天就和房东中介一起到永安大厦的贝壳签约中心签了合同 并交了5万元订金 这套房子77平方 成交价130万左右 位于7楼是顶楼 而且他那个中介跟我们说 这个后面肯定会安电梯的 装电梯你自己要出钱的呀 这个当时说了嘛 2万5 王先生也还行 因为7楼这个你要平时爬楼梯这个肯定不行的 不限时 王先生说 当时完全相信中介置业顾问的说法 就爽快地签了约 交了顶金 事后他想再确认一下 就打电话到秋山社区咨询 得到了不同的答复 然后今天得到的反馈是 这边是不会装的 不装的 是根本没有装的计划还是怎么说 政府是可以装 但是因为有住户反对 它是不会装的 投票没有通过 王先生把这事跟置业顾问说了 对方在微信上回复 我已经落实了 目前有三家人不同意 并不是说这次不装以后就装不了 这个信息记得在秋山社区得到了证实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就改的工作部署 即使以后住户们同意装电梯 可能也不会有之前那么大的补贴力度了 王先生说 当初中介置业顾问推销时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能装电梯的 他给记者听了一段录音 不过这段录音是事后和置业顾问对峙时录的 王先生现场联系职业顾问对方没接电话 他现在要求无责解约 找到林平的贝壳签约服务中心 后来德佑中介一名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做了回复 在那个交易之前呢 业主是有说过 就是说他们这个小区正在那个组织加装电梯嘛 然后他们这一桩也是可以加装的 然后加装费用大概是两万多元 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两家住户还没有签字 所以还没有安装 然后这个情况呢 我们在签约之前经纪人也如实地告诉过客户 对于这样的说法 王先生不认可 他说如果职业顾问提前说了这些信息 他根本不会签约 呃原话我记得 他说是就差最后一会同意了 从万地回来签了字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安了后面 而且他如果说过 他微信上还可能这么回复我吗 那肯定说是 我原来跟你说过了 有三家不同意 你当时知道的呀 中介方面表示 接下来会和买卖双方进行协商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